Hello,屏幕前的小伙伴们,本期是我的世界版马桶人系列第71集 第71集故事并不是紧接着第70集第三部分后的,而是与第70集第三部分同时进行的 在本期的末尾,消失许久的G曼回归了 看来在博士嘎屁后,G曼将会再次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好的,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剧情 刚开始,一个监控人拿着平板,而平板里播放的画面正是在第70集第三部分中 无双战神还没进入博士房间内的片段 而在房间门打开后,屏幕也显示了信号中断 因为在第70集第三部分中,无双战神此时的画面已经出现了传送错误和录像错误 这也说明了,其实一集中这个监控人是在看现场直播 随后我们可以看到,泰胆电视人的一个电视屏幕飞在空中 周围还不断传出爆炸声,随着镜头转动 一个导弹马桶人正在发射导弹,他发射的导弹把泰胆电视人的电视屏幕给炸毁了 从这个画面我们也终于知道,为什么在上集泰胆电视人左肩膀上的屏幕碎掉了 这也说明了在这个时候,无双战神和男音响人还在基地,准备进入博士的房间与他战斗 泰胆电视人拾起坏掉的屏幕,装合了肩膀 泰胆监控人和泰胆音响人也来到了他的后方 此时泰胆电视人对马桶人说了一句话 还是那句经典的台词,我倒放给大家听一下 这时候马桶基地的上方突然冒出了两个防空装置 接着就对三个泰胆发射了八枚巨大的导弹 三个泰胆也同时进行了反击,把飞来的导弹全部打了下来 这里如果仔细看的话,泰胆电视人的反击比较特殊 他使用了手中的电光刀发出一股紫色的能量 不过接下来倒霉的就是主视角了 你不要过来啊 他被掉落的导弹砸到,就这样领了盒饭 随后画面又切换到了另一个主视角身上 他手中拿着的也是平板,观看了上一个主视角的现场直播 平板上也显示了同样的内容 接着他抬头望向了不远处的高山 那里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应该是泰坦攻击了导弹马桶人和那些防空装置 监控直升机此时也赶了过来 镜头拉远后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仓库 这个仓库看起来像是飞机的仓库 所以小黑我推测,这个地方应该是个废弃的机场 因为后面还能看到飞机的残害 这么说,马桶人的基地还是真的很大呀 从一开始的沙漠到上一级的水坝 这一级又来到了机场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一个音响人正在跳舞 不过他跳的并不是早期那经典的舞蹈 而是另外一种全新的舞蹈 屏幕前又知道他跳的是什么嘛 反正我觉得也不是科姆三 然后就是这个全副武装的监控人 不过他也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装备的监控人 接下来我们会看到更多这样装备着的监控人 这个地方原本是马桶人的领地 会出现那么多联盟小队的成员 很大可能是联盟小队打破了助手在这里的马桶人 暂时控制住了这个地区 突然一辆监控人直升机不知道被谁打了下来 只见一个监控人工程师赶忙跑了过去 主持角此时看见了另外一个跪在地上的监控人 他也是全副武装和刚才的监控人装备一模一样 他跪在地上似乎是听到地下传来的声响 而主持角也注意到 在不远处的石头上竟然有个控制器 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为什么石壁上会有那玩意儿 而且监控人站着的地上有一条长层的裂缝 这看起来更加的诡异 这说明附近一定有一个隐藏着的大门 果然在监控人疑惑的同时 大地颤动了起来 随后地面开始往下沉 那条裂缝随即被打开 整片大地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舱门 两个飞行马桶人从舱门中飞了出来 他们还扛着一个货柜 联盟对着马桶人和货柜一顿火力输出 不知道是马桶人的货柜防御性太高 还是联盟小队的攻击太弱 挨了那么多炮 两个马桶人和货柜依然完好无损 他们随后快速飞走 目前最可疑的就是货柜里装的东西 里面装的是什么 小黑我也不知道 装的是葛屁后的博士 但小黑我不这样认为 因为这时的博士还在和无双战神两人战斗 因为本期视频开头 我就已经和大家交代了 71集并不是延续在70集第三部分后的剧情 这两集的故事线是同时进行的 除非无双战神和男影响人对战的不是真正的博士 真的博士已经被装在货柜里逃走了 但是如果剧本这样写的话 小黑我觉得有点离谱 这反而让无双战神和男影响人的牺牲变得没有任何意义 屏幕前的你们觉得里面装的是什么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就在联盟小队眼睁睁地看着马桶人扛着货柜逃跑后 地下又传出了动静 消失了好一阵子的纪曼回归了 嘿嘿来了 他的脸上没有了往日里那样嚣张跋扈的表情 而是一脸严肃 看起来很愤怒 他出来后就立刻对联盟小队展开了攻击 这个主事假不出意外的话 又出意外了 他被第一个命中 但幸运的是他还没嗝屁 纪曼继续攻击其他的成员 这时候更多的马桶人出现 其中一个是已经升级后的人形马桶人 他应该就是第66集中 把大摄像人干掉的那个人形马桶人 不一样的地方是 他背后少了一把武器 却多了两把武士刀 右手也多了一把激光炮 我猜测 这个人形马桶人在接下来的几集中 应该还会有一些戏份 天上也可以看到之前出现过的建筑工马桶人 人形马桶人攻击了倒在地上的监控人 当他走过纪曼的旁边时 纪曼却对他挑起了眉 这一幕给小黑我整笑了 鸡曼这是什么意思 但人形马桶人好像也没理会他 直接飞走 随后鸡曼也发现了倒在地上的主视角 心想这货怎么还没领喝饭 刚才挨了一炮竟然还没嗝屁 随后鸡曼再次赏给了主视角一炮 主视角的镜头顿时一片模糊 他似乎也被建筑倒塌的碎片压在了地上 不过挨了鸡曼两炮的主视角竟然还活着 他在余光中看到了鸡曼逃跑 四周开始燃起大火 接着飞碟马桶人也出现在了这里 他看了看四周后也飞走了 看起来他像是要追随鸡曼 最后主视角也逐渐被大火吞噬 而第七十一集也到此结束 在结尾飞碟马桶人突然出现在视野中 这不禁让小黑我有了很多猜测 首先看过原版第六十集的小伙伴们都知道 在这集中飞碟马桶人曾与鸡曼大打出手 但是被及时赶来的博士克隆体阻止 现在七十一集中经过全新升级后的飞碟马桶人再次出现 这是否预示着接下来他会有独特的剧情路线 他会不会与鸡曼仍然保持对立 还是说他会与鸡曼一改之前的对立矛盾变为精诚合作 但是从最后飞碟马桶人的动作和神情来看 他似乎是在寻找那个集装箱 也就是前面被两个飞行马桶人运送走的货柜 小黑我推测 里面肯定是马桶人阵营的重要资料或者是秘密武器 而这个对飞碟马桶人和鸡曼来说都同等重要 在最后的画面中 飞碟马桶人试图在寻找那个集装箱 环顾四周后他意识到集装箱应该已经被G曼带走 所以他在追击前用激光清理了战场 接着迅速朝着G曼的方向飞去 不过这还有一个疑问 那就是飞碟马桶人并没有与联盟的三大泰坦交战 所以小黑我有两种推测 一种是接下来的整个剧情中 飞碟马桶人与G曼还有联盟阵营分为了三口势力 相互对抗 还有一种是飞碟马桶人只是在观察战后的战场 看是否还有幸存的联盟成员 他只是负责清理战场 他与G曼其实已经化解矛盾 统一了战线 不知道屏幕前的大家如何看待最后这个画面 如果你也有不同的见解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另外小黑还想和大家讨论有关无双战神和难影响人 在接下来的剧情中 是否还会重新回归 小黑我个人认为 他们俩回归的可能性不高了 为什么我会这样认为 首先如果在第七十集第三部分中 那个真的是博士本体的话 那么无双战神和难影响人 肯定是不会再复活了 因为剧情已经发展到了第七十集 无双和难影响已经战胜了博士 所以跟随着博士一起下线也很正常 但如果在那集中博士还是个假的 那么我觉得 无双战神和难影响人 回归的可能性又大很多 至于原作会以什么样的形式 让他们两个回归 又或者说需要等多久才会让他们回归 目前小黑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推测 好了 本期剧情以及细节分析到此结束 喜欢小黑制作这种系列的 请多多点赞支持订阅小黑的频道和节目 咱们下期再见咯 点关注不迷路